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表现上通常都是全身性的 不可能是只有局部性的脚部的 所以这个如果你去光看这个影片 然后相信的话其实不太精准 建议还是去询问医生会比较准 还有LINE的认证官方账号如何分辨 讲师也借此宣导 那在绿色跟蓝色这两个呢 是有经过官方认证官方认可的账号 就是说这个账号是真的不是假的 不是给你骗你的资料或是什么的 当你加入了一个灰色盾牌的话 你可能要小心 可能它可能就是说是假的 或者是说可能就是我 灰色的话任何人大家都可以去申请 我也可以去申请 我也可以去申请一个LINE的账号 去分享我的讯息 所以当我们有加到这个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里面的未必是真的 用生活化的案例解说之外 课程中也和李明玩互动小游戏 让民众加深印象 记住查证讯息的八大步骤 查来源 查作者 查日期 要中立 看全文 查资讯 是否夸大 以及找专家协助 上了今天的课觉得学到了很多 最起码学会了怎么去区别假的消息 这样才不会乱传给朋友 听一听手机的应用更了解说 里面的内容要小心 不要受骗 有的时候讯息真的不能乱传 一传的话真的明明是假的 我们不知道 搞不清楚 所以今天听了以后 我绝对不会再传了 对 讲得很好 就比如说什么样对你不利的偏离 假消息就像病毒一样传播力快速 胡冰里里长陈游雪相当感谢中家集团 特别进行宣导 为李明加强媒体试读的 各项观念 不要乱传假信息 乱 记者陈淑萍 台北报导